來看一下,那因為那個上個禮拜連假又少了一週 就是又休了一週 所以呢,等於課程又繼續延後啦 那上上禮拜的話呢,我們主要講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如果去下載那個氣溫的相關資料 那這個資料我是放在那個,這個中央器 從中央器杖局上面去抓取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繪製相關的資料的話 比如說我假設下載的話 那你們可以看到那個下載的網址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 我是放在這個齊交所這個第四個單元 裡面的那個有關繪製組合圖的部分 那你們可以往下找到底下這邊有個繪製組合圖 等於是在第九頁的地方 那這邊就有個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你會發現一點進來之後 它預設就是氣溫 當然底下還有所謂的降雨量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當然呢 最好的狀況就是說 我直接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從那個網頁當中直接就 爬取到Excel 當然是最好的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要直接把這個資料爬取到Excel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喔 這個網頁裡面 不用你把它按右鍵喔 理論上這邊有個檢視原始碼 當然理論上你要看懂這背後的原始碼啦 因為這個原始碼等於是象徵說 它裡面到底放的資料放在哪裡的相關訊息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假設不太懂這部分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你按右鍵可以檢查 比如說我選取氣溫 然後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也會幫你什麼 把目前你現在所在的這個程式 再把它往下拉一下 這個底下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那你會發現你游標只要按右鍵檢查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你目前 現在所選取的資料 到底它背後 到底是什麼意思有沒有 你會發現有個小於開頭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HTML的標籤啦 那你會發現它每個地方都會有個固定用法 你會發現前面H3表示它是什麼 H4表示Head標題 標題3的意思 那也就像如果你要抓取那個網頁上的資料的話 就是抓有點像現在比較流行的 名詞就是叫做網路爬蟲的話 比如說你要爬網路資料 第一個喔 可能你還要先學會什麼 背後它這個 它的標籤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我要抓的資料在哪裡 你可以往下捲動 往下移動的話 你會發現它也會跟著去告訴你說 它這一串這個程式 所代表的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告訴你 就這個東西啦 它告訴你說它這個DIV 其實一般DIV是一個板塊 這一塊裡面放什麼東西 這一塊的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 DIV店這個名稱 裡面放的資料在這裡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點選這邊旁邊有個箭頭有沒有 有個那個三角形 你把它點下去 它可以展開來 這一層 裡面還有一層 有沒有 底下還有啦 所以 這個當然喔 以後如果你要學習 有關網路爬蟲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這個資料放在哪裡 那你會發現 往下捲動 它這邊底下有個table table table的話呢 表示是一個表格啦 OK 所以以後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也就如果你將來 希望把資料抓下來的話 恐怕還是要 稍微了解一下這裡面背後代表的意思 那我們知道這個背後的東西 我們自然可以把前面的東西 可以把它抓回來 OK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理想的狀態是 希望能夠一鍵就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然後呢自動去繪製圖表 這樣的話呢 就什麼事都不用做 否則的話 當然你如果不會 用這個方法 做網路爬蟲的話 那變成你可能 就是要手動來做啦 你還是要選取 有沒有 選取之後複製貼過去 貼過去 那如果每天都需要做這件事的話 那當然你會 滿花時間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寫一個 這個程式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完成這件事 那當然是最好 OK 所以這個部分待會我們會再來看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要講到有關 這個批示全省郵區 改成跨工作表 另外的話呢 去下載那個氣溫的資料 原來下載氣溫的部分 我們是用一個list object 不過這個好像它有版本的限制 如果在新的2019版本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在2019以前的版本 那可能你就要改用 我剛剛有提到的 有關那個 利用那個 了解網頁上的標籤之外 再配合一個 VPA裡面呢 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物件 就是IE物件 那也就是IE物件 相當相當的重要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懂得用IE物件的話 那等同就是說 你把那個IE瀏覽器 就是等於是 把它遷入到Excel裡面 那只要瀏覽器裡面看得到的東西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抓了下來 甚至呢 你也可以模擬 就是說 怎麼去切換那個上面的資料 然後也可以動態的 把上面的資料給抓下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我大概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一些 這個狀態 把它稍微demo一下吧 應該各位還有印象吧 當然我們主要是說第一個 第一個 原來是下載氣溫跟降雨量 的台北 然後先做一個這個組合圖 那至於城市部分的話 雲端上有 第二個再把台北的部分 複製貼到底下 變成高雄 那高雄的氣溫 高雄的降雨量 其實可以用那個 也是用貼的啦 不過未來 最好就是如果你假設 它總共 資料有幾十個的話 當然如果你每一個做 每一個貼 每一個做 那當然會花非常多的 如果可以的話 用城市來完成是最好的 也就是城市自動去抓到 氣溫 自動抓到降雨量 自動繪製圖表 哇 那就很方便了 有沒有 像你網路上的任何資料 像那個金融方面的資料 那最近股市又創新高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假如說你 你鎖定了幾個 你的這個 幾個股票 那如果說每天呢 它可以自動 甚至呢 自動去做完之後 自動告訴你 你比如說你背後有一個 買進的一個公式好了 如果假設套用這個公式之後 得到結果 是不是需要趕快買進的話 那你甚至都不需要 隨時盯盤 反正自動列出來 就知道 今天該哪些要買 甚至哪些要賣的話 你有一個公式的話 那哪些要賣 甚至你就是 就不需要說 把以前的那些方法 重新做過一遍 那個圖表的話 好處就是 它可以很快 像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 台北跟高雄的氣溫 應該會差蠻多的 像 以今天來看 平均溫度 1月份的話 高雄好像 平均溫度還是 20度以上 我看那個 氣象 今天好像高雄 還是15度左右吧 可是 台北的話大概就不到10度了 所以其實南北還是有差距 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可以 可能跑到南部去的話 那個 就沒有像北部這麼冷 那可是降雨量也差蠻多的 你會發現 尤其冬季啊 像那個 南部幾乎不下雨的 OK 那這邊有個刪除土 OK 那這個是上一次上課的部分 另外的話 上個禮拜還有做到什麼 我們一樣 把什麼呢 第一個 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比如說這個資料原來是沒有的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下載氣溫 然後我們用IE物件 按下它 那它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把那個IE瀏覽器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我們就是可以在背後呢 做抓取資料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那個範例 也許先稍微看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了解一下 有關 如何做那個 爬取網路資料的部分 那大概有兩個啦 一個是 如果我怎麼樣 希望把那個氣溫跟降雨量 這兩個資料 用程式的方式把它爬取一下 而不是說我今天是用選取複製貼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部分 先開起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這部分